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上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1919年5月2日下午7时 国民杂志社巡礼举行社务会议 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 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 可是 盗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 以及曹汝林等缅延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 气氛异常激昂 我首先提议 由国民杂志社发起 约及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 我并且说明 这次示威运动绝不可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 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 获得圆满的结果 时间愈快愈好 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 唤醒民众 一致奋起 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21条的章本 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林等人 以伸张民族正义 我这提议 立即得到全体盗会者的热烈赞成 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有的说 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 发动一次共同行动 甚为不义 应当趁势组织各校学生会 有的认为 向曹汝林问罪 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 因为这样才能具体地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 这次会议以爱国择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 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 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 并邀请高师 工专 农专 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 讨论目前救国英才的步骤 推定易克宜同学任大会主席 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仁在大会中发表演说 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 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 根据这个决定 措辞激昂慷慨的布告 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 同学们群起响应 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5月3日下午七时 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 北大同学一千多人 几乎是全体出席 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 在易克宜主席宣告开会 说明宗旨之后 我及登台发言 提出我上述的主张 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 情绪不免有些紧张 我的评乡吐音又很重 例如 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 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 不容易为人所听懂 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 后来 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 常亲切地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 群众运动四字 几乎成为我的混名 继我上台演说的 是有名的大炮许德恒 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 还有同学谢少敏的当场咬破中指 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倾倒四个大字 更激起全场的愤慨 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 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 举行示威游行 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 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 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 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指 她沉痛地向我们说 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 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 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 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 现在同学们在出校游行 如果闹出事来 与人以口实 这个惨淡经营 直根未故的北大 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 那位文周周的易克宜同学 当场向蔡校长痛臣学生们内心激愤 已是忍无可忍 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 发出嘘 轰 吵嚷和怒骂的声音 看看时间已到正午 我急几项前去 高声向校长说 示威游行势在必行 校长事先本不知道 现在不必再管 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我和其他几位同学 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 蜂拥地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到达天安门的 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 都如约先行到达了 总共有三千多人 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 队伍急浩浩荡荡地向东郊迷向进发 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 口号和旗帜是形形色色的 其中主要的是 还我倾倒 废除21条 承担卖国贼 拒绝签字合约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 那时东郊民巷口军警密布 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 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 说明示威的意图 按预定计划 转赴赵家楼曹汝林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 北大同学中微所预先约集好的 十几个同学 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 打开大门 大队同学急一拥而入 到处寻找曹汝林不惑 适逢另一亲日巨头 驻日公使张宗祥正在那里 走壁不及 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 曹宅的物品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 大肆捣毁 少数同学并趁势将堆积在宅院中 已经捣毁了的物品 放火焚烧 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 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 我们刚启程离开 大队军警赶到 将火势迅急扑灭了 并开始捕人 未能赶上队伍的32个同学被陆续逮捕 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天北大同学的游行归来已近黄昏 虽以鸡皮交加 但精神仍极抖擞 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 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彩引以为快 但对于32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微距 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 只有一不做 二不休 再无退缩的余地 我们决定五日上午时时再举行学生大会 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 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 京畿警备总司令段知贵 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 是严厉镇压学生的实际执行者 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 派遣他的军阀处长于维多来到北大 于是一个旧官僚 虽然头脑顽固 但也不愿事态扩大 他来到北大 开始声势汹汹 指责学生闯了大祸 声称如再步悬崖勒马 将明令解散学校 闹事者将被处言行 同学段锡鹏挺身与之抗辩 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 决心再接再厉地干下去 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 改弦更张 全国将大乱不已 这个官僚竟被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趋 改以较温和的口吻 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 安心上课 听后政府解决等语 就离校而去 5日上午10时左右 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 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 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 要求各校一致参加 推举段锡鹏、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 并推举迪君武、罗嘉伦、康白晴、周炳林、陈建修、鲁士义、中威和我等 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 约有20个学校的代表参加 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 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 也纷纷组织学生会 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 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地包括了 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 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征国权为主旨 提出收回青岛、承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 并发表宣言 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 这个代表会议 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平议会 负责决定政策方针 平议会由美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 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指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 却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 所以当时舆论预知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形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复事迹起见又决定 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 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 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 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 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 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 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 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 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